国际拼联官宣 国拼世界排名大跌 许星81 刘诗文85 预言排第287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接下来国际拼联这边的做出了一个争议决定的应该是备受很多球迷的一些关注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话这一次呢他们针对整个积分的一个计算以及世界排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则呢 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更改 就是呢针对此前的一些旧积分的会全部处理掉 尤其是2021年之前的那些旧积分的将不会算在这一次的世界排名当中 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争议决定出来之后啊其实对我们中国队的损失应该是最大的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队的在前20的排名里面的话 基本上有一半的选手都是中国队的 尤其是马龙许星刘顺人朱雨林的那些选手呢他们在过往的排名的话 那么整体还是依靠前几年那些积分的让他们的排名整体靠前 因为呢他们作为一个老将在这两年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参加了个比赛也比较少 取得了积分的也比较少 成绩也是一般般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按照国际拼连这样的一个新规则呢 把这个旧积分给彻底处理掉的话那么其实这一次呢 他们这些老将是非常吃亏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这一场国际拼连官宣的这样的一个新规则之后呢 那么其实这一次的世界排名也是随之 即将出炉 从目前网友统计的一个数据来看了 这一次我们国际呢无疑是一个最吃亏的 整体世界排名大跌那么尤其是一些老将 他们的整体积分排名呢 真的是出现了很严重的下滑 跌到底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其中的可能最吃亏的就是这三个人了 许昕刘诗文以及朱雨林 首先我们看到那么许昕呢现在是排在了第81的 而刘诗文的排在85左右 那么其实啊他们在此前的话基本上的都能够占据 前20的一个排名 所以现在一下子下落了几十名了 那么从中就看得出来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而在这其中呢 朱雨林的整体排名就更加夸张了 因为他在此前的话也是一位 一些伤病的 还有说自己身体生病那些原因呢 长时间缺席比赛 所以这两年的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些积分 因此呢 距离这一点的情况就下的话 那么朱雨林现在的已经掉到了第287名 那这个排名呢真的是相当糟糕的 所以从这样的个整体排名来看就看得出来这一次整体的积分修改的话 对我们国平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所以也难怪的有些球迷在自己说国际聘点 这次啊所做出的这些选择和修改呢 是否是在刻意针对我们中国队呢 否则为什么在他们三番五次去处理 这样的一个积分来计算呢 那么毕竟我们中国队在这一些排名当中呢是占据 排名前列的 所以总的来说这一次国际聘点呢 处理这样的一个积分的话 确实引起了外界很多的质疑 那么现在呢可能唯一比较欣慰的就是呢你像马龙 樊振东啊还有说 像陈梦王曼玉他们呢 目前来说因为在之前 这个今年还有或者说去年的比赛成绩还算是比较不错 所以目前的整体排名应该没有太多的一些变化 能够排在前几名 就是比较可惜的可能就是这些老将了 现在的状态不好成绩也不是特别理想 那么 现在的这个积分排名还 大幅度下降的话那对他们的打击 还算是蛮大的 所以说实话可能从这点来说呢也就证明了那么在之前上一个时代呢可能正是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呢确实是属于这些年轻球员的一个时代 对许欣对刘世文他们来说呢虽然是一个比较 糟糕的一个消息 但是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他们也必须去面对 可能对他们来说也必须要早做打算之后呢 真的要选择推之后的话 到底要从事哪个行业那么这一点呢他们的职业规划呢 真的要提前做好 考虑啊做好发展的一个方向 才可以那么否则之后的话那么可能呢临时退役或者说退出球队 之后没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可以去发展去做呢 那么可能就是比较尴尬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期待我们国平这些球员呢能够在后续呢能够努力一点争取一点 取得更好的成绩 接下来不管他们怎么样去修改这个排名积分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都不会有太多的一些影响 希望我们国平的整体继续加油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